嗨 嗨 大家晚安 來了 說好的八點半 準時 一秒都不錯過 現在 二十秒 四千人是怎樣 wow 哈囉 大家晚上好 大家吃飽了嗎 嗨 好久沒有個人直播了 我也非常想念大家 五月四號 會來的 嘉義一下 遇到我在外面的話 可以請客啊 如果你在吃飯遇到我的話 我請你 吃飽了 我剛剛也迅速的趕快 吃了一下 哇 大家是秒上線耶 剛剛 是一直在等我 是不是 感動感動 會到一萬嗎 很難吧 看看大家 有去台灣 先冷靜一下 我們之後 可能會去跟大家見面 有嗎 我有瘦嗎 對啊大家都說我瘦了 有嗎還好吧 有覺得我瘦了嗎 有覺得我瘦了嗎 確實我最近有稍微 稍微少吃一點點 因為晚上都在 瘋狂看大家的留言 然後 微博 抄話 小紅書 B站 真的一直 看到很晚 真的不能再看了 瘦很多嗎 有感覺瘦很多嗎 還是還 跟見面會應該沒什麼差吧 哪裡瘦 臉嗎還是 來的 會 我們會準備開始跟 世界各立的朋友們見面 最近已經在 秘密的 籌話當中了 所以 請大家稍微等一下 然後大家有看到我剛剛的 看到我們三個 四個 我們未加的發文了嗎 待會還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反正呢 剛剛就是 我們今天其實就約好了 一起去回家 然後因為那時候 看那個 黃黃軒拍 拍去 基隆的那個照片 然後我就在他下面留言說 為什麼不找我 他說等 播完 我們一起去 然後呢 我們 參加完 手印會 特印會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說 欸 要不要我們這禮拜 早一天 大家一起回家 然後我們去 拍一些很 有感覺的照片 然後 所以我們就約了今天 但沒想到今天 基隆大下雨 所以我們 今天 中午的時候 我們四個 一起吃了 早午餐 然後 就去了基隆 拍了照片 但是沒想到 那邊下雨下了非常大 所以 我們就在雨中拍一拍 拍一拍 就去躲雨 然後 然後在各個景點拍一拍 所以你們看到 衣服上面 都有很多的 雨滴 雨水 就是我們為你們拍的 我們自己看到那個照片 其實也蠻 蠻感動的 然後 過了快一年嘛 一年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回憶 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然後 過了一年 見到了大家 見到了你們 然後 認識了 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內心 今天在拍的時候 其實就 很多感觸 我們今天就很像一個 觀光客一樣 然後看到那個景色 欸我們那時候在這邊 欸那時候我們在這邊 所以就 心中就感觸很多 而且 而且今天我們準備要走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朋友 騎機車 我們走在人行道上 我們在一個轉角 他突然衝過來停下來 然後 我以為他要跟我問路 然後我就 欸我就很愣住 因為他趕 趕過來趕得有點趕 然後想說他是要 問路嗎 還是怎麼樣 結果 是喜歡我們 關於位置 我們的粉絲朋友 然後說 我終於見到你們了 因為他剛剛看那個三胖 PO一個 弟弟在唱 Troublemaker的影片 他就知道是在那邊 所以他就趕快衝來 他就看到我們 然後隨身攜帶 好 因為他不做 他會說 他就趕快衝來 他也會 一遍 他也會 做什麼 那 更 剛是不是卡了一下 現在呢現在好一點了沒 我剛剛已經開 開誤了 開誤擾了 現在呢現在呢 現在我這邊看是可以了 好了嗎 好了 反正他就很興奮的 說希望我們可以幫他簽名 隨身攜帶透卡 隨身攜帶透卡 還有我們特應會的那個票券 然後我跟弟弟我們就幫他們簽了 然後就很感動 因為他說要住基隆 然後看到我們在這邊 他就趕快過來 然後覺得很幸運 然後我也覺得 哇我WiFi停直播 還是我要用 還是我要用我的5G啊 到底是要用 我WiFi現在兩格啊 現在這樣呢 現在這樣呢 現在這樣還會卡嗎 卡卡 用5G比較好嗎 確定 還是要用WiFi 奇怪之前怎麼都不會卡 對 然後剛剛 剛剛講到哪裡 對 反正我們今天就拍了很多的照片 覺得 很開心 我們做到了一件 又完成了一件 大家 心中會留下很多 回憶的事情 今天上 上人了 上人是什麼意思 確定用5G 好 那我來用個5G 等我一下 好了 好了 我覺得好了 這樣會模糊嗎 還是我來用 我都沒有 用什麼綠線 好黑 這個會不會太黑啊 好亮 這個呢 這個感覺會不會太黑啊 這個感覺還不錯 但會有點黃啊 卡了 我說錯了 結果我是4G 好吧 那就不要用濾鏡吧 這樣呢 這樣呢各位 純圓圖 純圓圖 純圓圖給大家看 弟弟那個 我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好吧 我怕我用弟弟那個 會 會 會更卡 天啊 我真的有變瘦喔 你們真的覺得我真的瘦了嗎 我都沒有量體重 確實最近比較晚睡 而且吃比較少 好 趕快吃回來 對然後 還要講什麼 反正今天就是很開心啊 今天就是非常非常 感動的一天 然後重點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拍了非常非常多的 影片 跟reels 我們要慢慢慢慢的 分享給大家 是臉瘦 還是身體瘦 我比較在乎身體瘦 因為我健身 健的很 很辛苦 所以不想要身體瘦 你知道這邊凹下去了 還是燈光的問題啊 燈光會不會感覺 好像沒什麼差 你分不清楚 你分不清楚 喜歡的是胃切還是球衣神 不用分啦 就多喜歡就好啊 所以你們覺得這樣瘦比較好 還是之前那樣子 臉有一點肉比較好 嗯 還是因為我頭髮長了 所以就感覺我 我臉受 我們的小編說 四個人要記得標註我 好的 欸小草也來了 咱們的副導 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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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喜歡 謝謝 謝謝 對然後順便跟大家說 今天弟弟完全 沒有跟我提 他昨天播了那段語音 我是今天還 今天早上吧 我在刷那個 超話的時候 看到他竟然把 語音分享給大家聽了 我昨天完全都不知道 然後我在聽了那個語音的時候 哇 瞬間又回到了 瞬間感覺 未遷的靈魂又 附在我身上 然後去聽他那段語音 天啊 天啊 我覺得他當 他有錄 然後他說 他都刪了 他我覺得他騙我 他一定有留一個 果然 果然留了一個 還不讓我知道 今天沒有跟我講 今天完全 完全沒有跟我講說 他昨天 跟你們聊什麼啊 然後怎麼樣 可能害羞吧 不敢 不敢跟我講 對他那一句 哇 真的 那一句真的很 很很 聽完當然就覺得很感動啊 自己的弟弟啊 然後就很多 很多感觸啦 因為確實這部劇 跟一般的 BL 比較 不一樣 可能其他BL 他們 不管是漫畫改編也好 還是什麼改編也好 我們是 小說改編 那這個小說本來 就有很大的IP在那邊 在那邊 所以我們內心的壓力是 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我們非常的 求好心切 不想要對 對 愧對所有 喜歡小說 這部小說的人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 逃行逃非的 在努力 在這個世界裡面 投入在這個世界裡面 不想要有 任何人有任何的 表演痕跡 我們都是給 真實當下的情緒 所以我們在 拍的時候 我們都要抱 都抱持一個這樣子的心態 在完成任何的作品 所以當中 當中一定會遇到很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有的 然後聽到 書粉 很喜歡我們 然後拍起來 感覺不錯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很開心很感動 真的 就內心覺得 哇 心中 放下一塊大石頭的感覺 好 簽書會能加場嗎 簽書會能不能加場 簽書會能不能加場 可能就要去問那個 關於未知的我們的IG囉 因為目前只有設定 5月4號一場 謝謝你演藝了為錢 謝謝你們喜歡我 演藝了為錢 真的謝謝你們 追劇體驗非常好 謝謝 情緒都表達到謝謝 謝謝 我沒有換濾鏡啊 剛剛是我電腦的燈突然按掉了 真的 對 有 有人說 不然去你家不好了 你家不卡 調皮哦 然後也因為這部戲 然後認識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然後謝謝你們所有人的喜歡這部劇 那我都要用反應年糕去按 然後才會清楚的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所以內心真的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感動 會的會去不要擠大家不要擠 我們會盡我們所能的到很多地方 帶著這部劇跟大家見面 星期六會看十一集嗎? 星期六可以啊會啊 雖然我自己已經看完了 我們在特音會看完了 然後回家也看了好多遍 唉唷真的是啊 沒看一次就覺得哇哦哇哦哇哦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來自越南哇 越南的朋友哈囉 哈囉 想看某某獎 真的嗎?某某獎要出現了嗎? 回家看了我不對 好多 回家看了很多遍 確實是蠻多遍的啊 對 大家一直在問我測了MBTI嗎 你們猜 你們猜我的MBTI是什麼 我這MBTI好像是兩年前 兩年前測的 你們猜猜看 I-S-F-P I-REN I-N-F-J 繼續猜繼續猜 I-S-F-P 你們都覺得我是I-S-F-P 你們都覺得我是I-S-F-P 那我要公佈正確答案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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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我看到有人猜對了 好的 我來公佈一下我的MBTI就是 伊人 然後我記得是 E-N-F-P 然後E-N-F-P好像是一個 表演者還是 什麼的 其實我有點 有點不太知道 但我覺得我現在 有點變了 我有點變的半一半 I-S-A 我忘記是ENTP 還是E-N-F-P 總之就是開頭是I-E 但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有點不像是II人 就是我不知道是已經過了 30歲之後 大家可能以前看我主持節目 那主持節目一定得是II人嘛 所以你必須要花費 非常非常多的能量 在所有人觀眾面前 那沒有主持之後 我覺得我的話開始漸漸漸漸的變少 然後拍戲啊什麼的 漸漸漸漸的私底下會比較不常說話 對 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 我可能要再重新測一次吧 直播測 直播 直 直播怎麼測 直接用電腦測嗎 一 就是個人創建的方法 但 我知道我的 你們知道人類圖 你們知道人類圖嗎 那你們想要知道我的人類圖是什麼嗎 對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偏哀耶 不知道耶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偏哀耶 現在弟弟就是很醫啊 狂醫魔人 人類圖跟 MVTI有點像 它就是像每個人一出生就註定好的一個 手冊 你們知道人類圖嗎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你們可以去Google一下人類圖是什麼 其實有點類似在區分人格的 人格的一個表 就代表你一出生下來 它這個 你就會有一些 譬如說它是 就像你是E人 你是I人 你是MVTI 你是什麼什麼什麼 人類圖 我要怎麼跟你們解釋 我可能要 我來秒查一下 見解跟你們講 它也是可以看出你是 是哪 哪 哪類人 好的 它說人類圖是什麼 人 嗯 人類圖是系統 區分的科學 它告訴我們 每個人來到這個地球上 擁有獨一無二的設計 以及特別的使命要完成 在我們基因的陣列中 蘊含著無窮無盡的可能性 造就各式各樣的獨特性 那人類的變異性數有百萬種 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 獨一無二的人類圖結構 具備清楚的策略 讓我們毫不費力的跟自我的獨特 結合 這樣有 有聽懂 聽懂我在說什麼 所以每個人的人類圖 都不一樣 可能有些人的MVT 你就是 你就是E人 你就是I人 你就是EMFT 但是它字又劃分的更細 就是可能 EMFT裡面每個人的支線是不一樣的 對 那我的人類圖叫做投射者 那什麼叫做投射者呢? 投射者最大的一個 怎麼講 最大一個顯示就是 就是投射者的人通常要事情比較順利 的話 他通常要 別人來邀請你做這件事情 他才會順利 如果你自己主動去做一件事情 往往不會順利 的意思 比如說 有些人就是 你主動去跟人家講一些話 或是主動去要求別人要幹嘛 人家可能都不會聽 但是如果是人家來找你 然後你表達自己的意見想法的話 你 人家就會比較 想要聽 我就是屬於投射者 就是 要做好自己的角色 讓自己變好 然後我人家來找我的話 我就會做得很好 那如果我去主動去要求別人說 我要這個我要這個我要那個的話 通常不會有 很順利的結果 這個是 投射者 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意思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怎麼變成小區好事 因為剛剛跟大家聊到 ENFT嘛 對 就像譬如說 你主動邀約別人 人家都不來 就是做主究者的話 投射者就不適合做主究者 那如果 別人邀請你的話 你去的話 你就會很有能量 的感覺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嗎 對 大概是這樣 哇 我覺得好像 待會的微波直 我在講什麼 微波直播什麼東西啊 微波直播 應該要晚個15分鐘對不對 不然現在已經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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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分類 我跟大家約9點 要微波直播欸 對 所以我才演為前 對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 一個 一個靈感 而且我現在手機裡面 因為那時候 當時我 試鏡完 然後 他們希望我錄一段 自我介紹 然後 以及講我看完這部 小說的感想 有什麼想法之類的 然後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還有錄一段影片 然後錄給 劇組看 然後劇組要跟上面的 可能他們要聊聊聊說 我覺得我是不適合這個角色 因為那時候他們覺得我的 音頻 音調有點高 所以我在拍 這部戲的時候 我有刻意的去 壓低自己的音頻 就不要像以前主持一樣 這麼的 高 高 高hyper 高頻率 對 那我要整理一下 因為可能又有點久遠 我要找一下 要找一下 然後我記得 我那時候就說我非常 有機會的話 我非常想要演這個角色 因為 這個小說很感動我之類的話 對 所以 就很 開心 可以因為這個角色 跟大家見面 然後 跟大家認識 喔 看到了我們 藝人好友 好友來了 凡希 嗨 嗨 蔡凡希好久不見 喔我蔡凡希最近的電影 應該是 還是過年的電影 你們有看嗎 叫做 那個賀歲片 不好意思我突然 突然忘記了 但是我覺得蔡凡希 的演技 非常好 蔡凡希很讚 大家要去 看蔡凡希的戲 嗨 嗨凡希 很棒的一個演員 在這邊安利 大家一下 那我們 多15分鐘好了 好不好 微波的朋友 待會 但我可能現在 是不是要先 你們可以幫我轉答嗎 轉答給微波的朋友 我晚 15分鐘上線 請大家 等我們一下 啊 香港的觀眾來了 哈囉 香港的朋友 好久沒有去香港 之前團體 團體的時候很常去香港 而且 我跟大家講 我剛 我最近真的是 很多事情 會讓我 很多的小缺心 也是托我大哥大的福 我大哥大呢 生日禮物 竟然收到了 一箱的飲料 然後那個飲料 是我將近 十年沒喝的 然後每一次去香港 都一定要喝這個飲料 你們猜是什麼 好像只有香港 怎麼猜槓 猜猜猜 猜猜猜買得到 k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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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es agenabel 馬來西亞 感覺得不錯喔 聽說我們的戲在很多地區 好像都是第一名 我目前看到好像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 各個地方好像都是在優酷國際版的第一名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是這個 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人家叫做Galine 應該是叫Galine吧 就是我覺得非常非常好喝的一個 它有點像彈珠汽水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叫什麼 它就Cream Cream Soda 應該就是類似 然後叫做紀蓮尾 對 鄉人的朋友不知道嗎? 奶油蘇打 對阿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好喝 喝一口 然後我過十年在喝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我瞬間回憶湧現 我們以前這一片去 香港 他們就問我們說我們要喝什麼 我們就說我們想要喝這個 哥哥不喜歡喝酒 喜歡喝飲料 對 我酒量不好 而且我就是沒有 有想要喝酒的慾望 很多人說喝酒會開心會放鬆 但我平常我就會 其實就蠻放鬆的 所以 不太 不太能喝酒 也不太喜歡喝 當然如果很重要的場合 大家小說一杯是可以的 我們通常就叫紀蓮 對 紀蓮 可以加牛奶 確定 可以加牛奶嗎 加牛奶 不會很奇怪嗎 越南 越南也第一嗎 喝醉會怎麼樣 我記得我朋友 或是我經紀人跟我說 我以前喝醉會 因為我很久沒喝醉 我喝醉都一直笑 就一直 笑點很低 然後就一直笑 一直笑 然後如果在KTV的話 會瘋狂的唱快歌 什麼Fly Out啊 什麼 各式各樣的快歌 但唱了兩三首之後就累了 然後就想睡了 我看起來很能喝的樣子 大家都以為 好像我很愛喝酒 很能喝 其實不 你知道我們身邊最會喝的人是誰嗎 你們猜 我們衛家最會喝的 酒量最好的 叫做三胖 韓國人酒量真的是 OMG 第一次跟他出去唱歌 哇他那個酒量 我有一堆朋友 他們酒量很好 然後我就帶一個新朋友去 給他們認識 然後我只是說 欸 新再薰蠻會喝的 他們就說 喔 我沒有遇過 來來來來來 然後大家就輪流的跟他喝 結果 所有人都倒了 再薰 完全一裡不搖 然後還跟他們說 欸 你們怎麼全倒了 我剛喝開 欸 見識到了 所以我以後出門 都會帶著 三胖 最強的當酒部隊 沒錯 管林 絕對不是我跟洪瑄 欸 管林也上來了 大家知道管林嗎 管林是我們拍 上一部戲 呃 剛四壁 其中的演員 叫管林 身材 OMG 非常非常好 非常自律的一個人 他接下來要拍新戲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至於要拍什麼類型 就不公佈了 希望大家去關注 關注他的 呃 IG 再薰 再薰有練過 他那何止練啊 他什麼 他從小時候開始 這吧 從成年之後 聽說就開始練 唉呦 我們的 翟也進來了 也跟大家介紹我一下 我身邊的好朋友 這一次的troublemaker 我就是請翟 幫我編排的 翟呢 他在TikTok上面 可是有100多萬的粉絲 所以你們可以上去 認識一下他 是一個跳舞非常厲害 的年輕人 多年輕呢 今年只有19歲 應該19歲把齋 然後 我已經跟大家預約 下一次我要跳一些 個人的東西了 好久了